大家好呀,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现在呢,夏天已经来了 天气也越来越热了 所以我在评论区也看到有花友在提问说 夏天到了,我们的月季还需要偏肝痒吗? 那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很多新手花友可能也存在很多的疑惑 因为夏天感觉人的体感变热了很多 那么对于月季来说 它的蓄水量肯定是大增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月季还需要偏肝痒吗? 好的,那接下来就为大家来解答这个问题吧 那我给这位花友的回复是这样的 偏肝痒实际上跟季节虽然有关 但不是最主要的 那最主要的还是根据这个月季的生长阶段 来确定它是不是需要偏肝痒 比如说像是在月季的萌芽期 不管你是冬天、春天、秋天还是夏天 我都比较建议大家去偏肝痒 为什么夏天月季的萌芽期也需要去偏肝痒呢? 那是因为月季的根系由于气温比较高 绝大多数的品种 它反而在夏天的时候生长速度是变慢的 当然不排除有些品种 夏天生长态势非常的旺盛 那这个时候你还是需要多给点水的 不然的话在月季的萌芽期的话 一般来说月季品种 我们还是需要偏肝痒的 不过呢偏肝痒不是让它完全肝透 尤其在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月季盆土它的干湿循环 肯定会比其他的各个季节要快一些 所以在月季萌芽期 你还是需要去点一点花盆 感觉花盆有明显变轻了 再给它浇水 如果盆土还是很重 那么建议大家缓一缓 过一段时间再给它浇水 但是如果你不管三七二十一 不管它这个盆土有没有变轻 夏天一味就想着每天都要给它浇水 那很容易会造成萌芽期的月季 积水闷耕 夏天的闷耕的话 就情况会比其他的季节更加严重 甚至很难去给它抢救回来 所以萌芽期的月季 一年四季 大家最好都是颠一颠这个花盆 有变轻了再给它浇水 第二个呢 就是月季的快速生长期 基本上都比较建议 见肝见湿的养护方法 因为快速生长期 它需水量会大增 那么再加上夏天呢 肝心循环本来就比较快 所以呢月季有变轻了就浇水 所以跟刚才萌芽期重量的区别 就是刚才那个是明显变轻了 变得比较轻了 那这个呢就是有变轻了 就可以给它浇水 快速生长期主要指的是 拔结打花苞的这个阶段 我在这里比较建议大家呢 以见肝见湿这样的方式 去照顾它 那最后一个就是花期了 那么夏天的花期 确实我们的月季需水量会大增 那么大家呢 千万不要忘记及时给它补充水分 不然的话月季会因为缺水 而缩短花期 这种情况非常严重 这还是轻的 重的话可能还会让你损失好多枝条 再严重一点 可能就会导致月季死亡 所以花期呢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呢 尽可能每天都给水 确实是需要大水伺候的 但是话说回来 其他季节除了冬天之外 冬天我们在花期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见干见湿的 其他各个季节 只要是花期 只要是开了这样满棚的话 哪怕是春天也好 秋天也好 都不要让我们的月季缺水 像我的话 每天上班前早上的时候 都会给月季浇一遍水 才能放心的去上班 要不然回来的时候 估计这个花都黏了 所以呢 夏天我们的月季 还需要偏干扬吗 这个问题的话 并不是说季节决定的 而是由月季的生长周期来决定的 你学会了吗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